Hello 大家好 我是Eric 今天我會帶大家來到湖區 Lake District 的 Far Eastern Fells 我們會跟著Wing Rights推介的 Rough Rack 上 High Street 沿途會欣賞到 Hawkswater 的湖景 之後會探索一下英雅蘭海拔最高的羅馬道路 High Street 再會去到具有地標性的風火柱 Bonfreight Crack 今天的起點和終點都是Mardell Head Car Park 路線全長11.7公里 總攀升758米 我們由Mardell Head Car Park 出發 首先會過河 順時針方向沿著 Hawkswater 的外邊走到樹林邊 之後會轉左上山 穿過今天的第一個小山峰 Rough Rack 再一鼓作氣沿著Long Style 登上今天的最高峰 High Street 上山隻之後沿著羅馬道路向Fall Freight Crack 走 在遠距離都可以留意到巨型的風火柱 之後走一次回頭路向東走 去到最後的山峰Mardell Hill Belt 最後會經Nunbill Pass和Small Water 下山返回停車場 值得留意的是Mardell是位於Lake District的東面 需要由M6方面前往 是沒有其他道路連接園區的其他區域的 同時亦都代表不用深入Lake District 都可以到達Hawkswater 可以安排在第一天或者臨走之前前往 今天我拍了車在Mardell Head停車場之後 就向西南走 之後會見到木橋 橫過Mardell Back 在過橋之後繼續靠遊 沿著Hawkswater順次針走 我們來到這裡就要留意一下右邊的水塘 如果天氣持續乾旱 水塘的水位夠低的話 你會發現水塘底有不少石牆 這裏其實是舊村莊Mardell Green的位置 在大概1930年代為了興建水塘和粉塞 每隔幾年都會有一段時間持續低過月亮 新聞就會報導這個被遺忘的小村莊 每一次上新聞之後都會令到不少人來這裡探險 今天的水位不算太低 只是看到村莊的上半字 小橋就還在水裡 在右邊看到樹林的時候 就要開始留意左邊的小路 在石牆之前轉左開始上山 開始的這一段路雖然雜草長得比較高 不過都是看到路徑的 大概走五分鐘之後就會走出這一堆雜草 看到印路的石牆 今天天氣很好 可以和陽光玩遊戲 平靜的湖面好像一塊鏡一樣 大家一路走上山的時候 一定要回頭欣賞一下風景 我們爬的這座山叫做Rough Crack 當然會有比較Rough的路段 我們到了大約有六百二十米高 左右的水位 我爬的路段 是豪華鴻大約 我爬的路段 有一個好字的地方 都會爬她 到大約有趣 快點在走開 到大約有四百萬口 我爬的路段 你這張大約有四百萬人 我爬的路段 有四百萬人 我們通過了Rough Crack之後 會見到一個小的山中湖 Gaspel Gate Town 現在在南邊山下面的山中湖Clee Water 這個是湖區最深的山中湖 水深大概有61米 我們休息好之後 就開始走上最後的天梯上High Street Long Star的這段路是色色地上山 所以都不算太難應付 我們到達了Long Star的頂點 山頂這裡有大石堆標示 和湖區其他山脈一樣 這裡的山頂位置都是比較平坦 這裡是Far Eastern Fells的最高山脈 在天氣好的時候可以看到Yorkshire Dell 和North Pennines 向西望就會見到Eastern Fells的山脈 沿著石牆往南走 就會去到今天唯一的Trick Point High Street Racehorse Hill 828米高 讓我介紹一下這裡的風景 來 由Trick Point 到下一個山頭 Font Freight's Crack 沿著石牆向西南走 High Street和Race Course Hill 都是比較特別的地名 這裡在18、19世紀的時候是附近穿落的聚腳點 直至1835年 每年的7月12日 牧羊人都會帶同走失的羊隻上山歸環 另外當日都會有運動的摔角比賽和賽馬 雖然已經是差不多200多年前的事 不過還是記載在地名上面 另外你會看到在OS map 上面 標示為Roman Road 本地人相信這條環框High Street的道路 原本是羅馬道路 傳轉由Penriff的Barram Castle 去到Ambleside 由Penriff到High Street的上山路段相對平坦 和很直接的 不過由Font Freight's Crack 去到Troutback 一段路非常之斜 那有沒有羅馬道路特質呢 就有待相確了 在天氣好的時候 在很遠距離就可以看到下一個山峰 Font Freight's Crack 的風火柱 Font Freight's Crack 784米高 這個山頂的巨型風火柱 有成14呎高 相信大家在附近見過的話 都會對這個地標印象深刻 在這裡可以看到Windermare湖 和南堅的湖區 我們離開的時候向東走 現在我們會看到High Street的山頂線 在走五分鐘之後 要留意右手邊的分叉路口 我們在這裡離開High Street 繼續向東走 下一個山頭大概只有二十多米的高低叉 只要輕鬆地打滑走過去就可以了 在這個山頭有不少的Hertwig Sheet 我需要有多少放鬆的時間 看看他們吃到 相比起Font Freight's Crack 的風火柱 這個山峰的小石堆就比較修煉了 沒有比較沒有傷害 在這個山頂線上 我們在這裡離開山頂之後 向東南走 從這裡開始就是落山的路段 因為玩了一天已經開始日落西山了 當我們看到Shelter的時候轉左 沿著Nunbill Pass向北落山 當我們看到Shelter的時候轉左 沿著Nunbill Pass向北落山 下面的山中湖是Small Town 這裡是一個人氣的露營地點 來到湖邊看到這裡環境清幽 十分明白為什麼這裡會這麼受歡迎 在Small Town的旁邊有三個小型的Shelter 都算是這裡的地標了 我們在來開小型之後就會見到Horx Water 總結 我覺得今天這條路線的難度適中 不算太過難打發的 上Rough Crack的路線足夠挑戰性 而High Street也充滿了有趣的歷史 而在Forn Fridge Crack上面的巨型風火柱 令到我印象深刻 如果大家看到Mardell Green的位置 就更加是功能了 很快就回到離瓶車場了 又可以想想今晚去Boundo吃好西 如果大家都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記得按like和subscribe 還可以留下留言給我 好了,我們下次再玩吧 Bye